大家好,这里是群星会,欢迎收看本期视频。 后来家属决定放弃抢救,据了解,拖现晚餐后突失去意识,家人见状通知119,搜医后抢救不治,享受90岁,拖现近年来场因肺部感染进出医院,去年10月也因肺部感染,被积水入院,早前最久一次曾住院45天,上个月住院一样完成了7天疗程后返家,让不少粉丝关心。 他后来再开直播跟大家互动报平安,拖现在演艺圈打滚长达50年,过去演出电影及脱口秀喜剧爆红,穿着吊带西装裤加上圆黑矿眼镜,经典的造型,让人一眼就知道是他,25年前60岁退出演艺圈舞台,与妻子回台东经营牧场,目前牧场交给儿子负责,拖现有时会应有客要求配唱歌, 不过,牧场去年受到疫情影响,营业额严重减少,为维持牧场运作,他和儿子开直播,吸引上千人在线观看,成为最老的国宝直播主。 说起脱线的感情,那是十分丰富的,在娱乐圈发展本来就优惑很多,已婚的他,也难逃出轨恶习。 23岁时,他与林玉珍结婚,两人的第一个小孩,因先天性心脏病而早腰,后来陆续生了五个子女,过去,他曾公开写下签字文,向杰发60年的妻子诉说爱的告白,并分享两人同甘共苦的点滴,朴实又浪漫的爱情感动不少网友。 为了感谢妻子的一路相伴,他还特地报名台东县府举办的热气球婚礼,原了妻子一直期盼能举行婚礼的心愿。 感动不少网友,演艺圈打滚多年的他表示,9岁时父亲就被征召去日本冲军,家境清寒,通过朋友介绍,认识了现在的老婆,还有点自豪地说,很多男艺人都娶了三四个老婆,我60年来一直都没换过。 但当时因为家境清寒,只办了户口登记,没有艳客,也没有婚纱,岳父,岳母对此一直都颇有怨言。 这次,他们庄重地穿上西装级婚纱,大热气球升空。 当天一早,台东路野高台的热气球嘉年华会场就以人生鼎沸,穿着大红色西装的拖线透露,这是以前的秀服,只见他挽着披上白色婚纱的妻子。 在数百名游客祝福下走过大草原,林玉珍则娇羞地说,生平第一次穿婚纱,感觉怪怪的。 夫妻俩在台东县长黄建廷的证婚下,在结一次婚,经众人起哄,这对老新人互相深情一吻后,搭乘大红色的热气球升空,在蓝天下俯瞰草原。 但是脱线并不是一个真正深情的人。 2014年7月,她就在节目《命运好好玩》中坦言,婚后外遇次数多到数不清,还对自己玩到70岁才收山感到很骄傲。 更自豪教过的女友都是二十几岁的嫩妹,职业既然要玩,就要长年纪轻的啊。 不过,她也表示,婚后虽风流但都只是逢场作戏,不论在外面怎么玩,都会坚持每天回家,也把赚来的钱都交给太太保管,同时坦诚自己不喝酒,不赌博,但是花心的坏习惯真的改不掉。 最后,她感念老婆的辛苦,称她很会持家,我教女友她不是没闹过,我都哄她只有老婆最好,度量不够大,也没办法跟着我。 有趣的是,她年轻时教过的小三,现在还会到夫妻俩在台东经营的牧场拜访,双方也能像朋友一样吃饭,完全没有疙瘩。 对此,林玉珍认为,人家态度很客气,我们请人家吃顿饭也是应该的,脱线则说当年的小三现在也都当奶奶了,都是往事了,大家都朋友,不会计较这么多了。 事实上,她曾经透露,当年和妻子是在双方朋友相约出游的场合相识,因为一场突如其来的大雨,意外供诉了一夜,民风保守的年代。 老婆因此不敢回家,加上两人家是背景悬殊,最后就在没有祝福,没有未来的情况下私奔。 然而,她成名后却开始偷吃不断,一度让太太铁了心要离家出走,这才让她惊觉什么都是假的,只有老婆是真的。 虽然夫妻情深,但其实两人也历经了不少讨厌。 早前上命令好好玩节目时,林玉珍便表示,脱现年轻时风流成性,曾撞见丈夫喝别的女人炒饭,但她只丢下一句我去买菜就走了。 冷静的表现让脱现和小三傻眼,不过她也有失控时。 某次,小三明目张胆地到秀场看脱现作秀,被她抓包,恼羞成怒地呛她这是公共场合,我为什么不能来? 两人当场打成一团。 最后,她成功捍卫了自己的正宫地位。 脱现原名陈冰南,1933年出生于台湾新竹郡香山庄,13岁起当学徒学修车,后来担任电影公司的司机,在闽南语片时期,或制作人相中,客串扮演片中的兽医,也同时取了一名脱现。 开始出演电影后,她逐渐走红,中国电视公司开播时,她在该公司主持今日农村,后来在同公司演出脱口秀喜剧节目妙人妙事,也在月球唱片贯录含有不少黄色笑话的脱口秀与喜剧唱片。 但一内容被行政院新闻局认为过于低俗,而常遭静波,摸爬打滚长达50年,她常以穿吊带西装裤及带员黑矿眼镜的造型出现,因为此喜感的形象,在台湾常被与西方喜剧泰斗卓别林湘提并论,而她的这个经典造型,也让人一眼,就知道是她。 1994年,她退出娱乐圈转型从商,选择经营自家牧场,生意做得有声有色,随着直播带货行业的兴起,她也紧跟潮流开直播唱歌,顺带销售自家产品,脱线在娱乐圈打拼多年十分有商业头脑,有自己的副业。 1987年,她就在台东县路也乡买了十多公顷土地,开设脱线牧场,先后种椰子,养羊,军告失败,且欠下债务,后来改为养鸡,以自由品牌脱线战斗机和广告词脱光光带出场打响知名度。 在921大地震后,她曾将自己养的百余之鸡送往台中县东市镇镇灾,灾后,观光客源转往未受灾的东台湾,因此让她经营的牧场开始转窥为盈,获八大电视邀请,主持美食节目实在好味道。 去年5月开始,她与儿子陈嘉诚,孙子方伯瑶共同跨入经营直播,转战电商领域,20年前的台东乡村烤肉桶子鸡,现在不仅被饭店拿来当招牌美食,且经过父子俩的改良,考据从色拉油桶进化到红外线,也让桶子鸡走进都市家庭。 进入晚年生活的她,十分佛系,经常在社交账号上分享自己的生活照和近况。 去年年初的时候,她便分享了一段话,每天醒来,我都感觉我又多赚了一天,并感叹,人活一是人,莫为也是活给自己看,不免去巴结,配合虚伪有权有势的人,真心的人,希望看到是真实你。 坚持快乐过每一天,拖现退出演艺圈的舞台多年,与妻子引申台东经营牧场,目前牧场交给儿子负责,有时会应游客要求陪唱歌,不过受到疫情影响,营业颜重减少,让她一度烦恼发不出薪水,也经常直播帮儿子卖卖货,轻松又惬意。 去年十月,她突然宣布取消直播,消失不见,疑似身体不适,令许多蹲守直播间的粉丝惊讶不已。 事后为了安抚粉丝,她主动在社交账号上发文,感谢大家关心,医生护士很照顾,以及献上朋友的鼓励,有很多的感恩却有说不尽的表达, 让我休息几天,就可以再直播唱歌给大家听了。 她儿子也晒出一张和父亲在医院的照片,向粉丝们报平安,并透露,此前,父亲突然身体不舒服,整个人没精神,还一直发烧,于是赶紧带她去看了医生。 在曝光的画面中,拖显插着氧气管,整个人看起来憔悴不少,脸蛋上已经受到挂不住肉,仿佛苍老了好几岁,后来确定是肺部感染,肺积水,在医院住了约一个礼拜,但没几天就吵着要回家,还向医院请假,返回家中直播。 当时她的脸上仍插着氧气鼻导管,看起来仍十分虚弱,令不少粉丝看了相当心疼。 事实上,冒蝶之年的她,身体已不是第一次出状况。 2018年3月,她听信朋友推荐的偏方,把中药荡水喝,导致肾衰竭昏迷,甚至引发肺部感染,心脏功能衰退等症状。 紧急送医抢救,二度发出病危通知,在医院躺了45天才捡回一命。 该事件后,经过休养,她与妻子回到台东养老,养技场由儿子打理,偶尔会在社交账号上向粉丝分享生活日常。 某次生日,她就晒出了儿子为她庆祝的照片。 照片中,只见儿子端着水果大蛋糕,拖显吹着蜡烛,老婆也在旁陪伴,气氛相当温馨。 对此,粉丝纷纷留言送上祝福,称拖献博,身体健康,生日快乐,生日快乐,福如东海,寿比南山,生日快乐,身体康泰,健康吃百二。 庆祝生日愉快,一切平安顺利。据悉,在脱陷重病期间,其搭档阿希的女儿杨秀会天天前来探病,并透露病况危及到昏迷时会拔掉点滴管。 妻子甚至已同意放弃急救,索性之后依医院部成为规定病况愈来愈坏时,患病房,病情才有起色,顺利健康出院。 2020年2月,她又因感冒引起肺炎,并发肺积水,多次住院导致身体元气大伤,再加上年纪大的问题,她也花了好长的时间才令身体逐渐慢慢地恢复,最后在家人的细心照顾下,成功康复出院。 没想到如今传出离世,也希望她一路走好,她这一生带给大家许多欢乐,受到佛祖召唤,人生舞台至此羡慕。 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,祝您每一天都拥有好心情,欢迎在视频下方进行留言,同时大家还可以点点关注,更多精彩内容敬请期待哦。 请な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